县长李明珍由议员谢明谋地震处长简清松 及投射村长萧峰林等陪同 会看内凹仔农村重画急需改善的问题 当场则由地震处改善路面排沟护栏等公共设施 保障当地居民环境及用路安全 县长李明珍时刊玉石乡投射内凹仔农村重画区道路 以及大牌护栏等公共设施老旧杂乱 林县长足以实地详查 当地居民张美珠听到林县长重视内凹仔社区的承诺 开心地说 他常自掏腰包买立青修补社区道路坑洞 现在县府要彻底改善实在太好了 算落下了 我自己去买一包来给他倒下 就用旗舎和连载 管车来给你改善你干吗 很好啊 他要跟我们做 老板就不用自己去买丹麦家来用 我经常说现在自己设施的 做做的厚度 你还说 为何的更简单 自己做的要先做 这样重画不太有意思 现在这个重画 后来这个毛巢 要整个十年了 这陆面都海去 所以我们今天来回家 这陆面 要重新抛逐 做新的博士路面 还有一些年孔盖 已经都 都算有塌陷了 都做一个成年里 投社村内腰仔农村重画区完成逾十年 社区道路人孔盖不平 路面破损 大排水沟滑篮损坏 都影响交通以及居住安全 林县长实地会刊后 同意先动之七十万元 则由地震处 盖善路面 排水沟滑篮等公共设施 包括这个小型公园 我们也想做一个来贵好水 没有重画 重画后 环境说 变得不太好 对整个社区的影响 基础品质都没有办法提升 所以我们今天来会刊 就是今天我们大概这个经费 要花了将近一百万 另外 这个立法的部分 我们再另外再来筹筹经费 林县长也注意到 重画区梁亭 停车场 制洪池等等设施 都有必要加强整理维护 也同意持续筹筹经费 规划推动后续的改善事宜 随后也关心投射大排护栏 多处破损的问题 实刊后则由水利科加强重点修复 记者曾光佑与池香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栏目